在做眼影前,我想跟大家介紹一個特別的粉底 一個叫做Light Focus的產品 其實是一個Base,專門在做眼影前用的 它的好處是,它是粉狀的Base 但用手塗上眼蓋後,你會發覺它有Creamy的感覺 因為它裡面加了一個滋潤的成分 為什麼要打這個Base呢? 你可以看到,放上去之後,整個眼蓋的膚色是均勻很多的 然後你上眼影就會更加清復和持久了 立即有一個很漂亮的光澤,看得很清楚了 用手指上是最好的,先薄薄打一層 然後就可以用我們今次這個新色的眼影,Shadow Supreme 我幫Hook選了粉紅和紫的系列 首先,先用一個粉紅色,這個是主打的顏色 粉紅色放在哪裡呢?我們可以看看 很多人知道粉紅色是否比較容易眼腫的 其實不是的 其實粉紅色可以表現到皮膚的透明感 只要你知道怎樣塗就OK了 其實這個粉紅色我們可以放在眼蓋 在眼窩中間以下的地方 其實如果白淨的話,我們可以用多些粉紅色 但你覺得我不夠白,其實可以用現在我開始用這個色 就是一個深一點的色,這個是紫色 可以做到眼部的立體感 這個深一點的顏色我們就貼著眼線這個位置做的 它是一個很粗的眼線這樣,印上去 而且因為它的粉質是這麼幼細 所以它很適合做Layering 即是我們幾層這樣放上去都不會太厚 很有一個很自然的立體感 看上去的眼會比較大一點 對,比較大一點和立體一點 好,我們先張開眼睛看 接著我們可以這個紫色放在眼尾的部分 這個就特別適合東方人的做法 眼尾放重一點,看上去眼就會很有立體感 漂亮很多 而且這個紫色我們不要這樣就停 其實可以做下眼線的 好,我們看上去 下眼線用粉狀做 其實就會自然過用Pencil的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尖細一點的掃 就放在眼尾三分二的位置 不用全部畫完 還有你有沒有留意 我全部都是掃幾層上去的 因為它的粉質很幼細 你可以慢慢這樣去build up 寧願不夠慢慢慢慢加 加的它都不會覺得很濃很粗 因為它是很快很幼細 很好掃 大家可以試一下質感是很漂亮的 三分二的位置就夠了 好了,我們現在只用了兩種顏色 接著還有其他顏色怎樣用呢 好了,還有一個淡一點的紫色 我們可以放在眉骨的位置 可以做一個highlight 整個眼睛又有凸凸的地方 又有凸凸的地方 然後最白的那個我喜歡 我們看上去 放在內眼角 放在這個位置 立即眼睛看上去會很精神 接著我們就可以加上液體的眼線 這個是很重要的 剛剛那個我們就要表現透明感 現在我們就用線條去勾畫眼的輪廓出來 現在都很多香港女士很喜歡用liquid eyeline 因為看上去很精神 但是你要真的有一個很專業的效果 選了liquid eyeline 其實最重要就是顏色要夠深 即是要黑得來夠濃郁 我手上這一支就非常夠黑了 所以看上去眼睛會很精神 而且它的chip是很尖的 很幼細的 所以就不會畫得太粗 其實畫得太粗 反而不精神的眼睛會 所以掃頭會很尖 為什麼畫得粗會不精神呢 因為畫得粗會遮小了雙眼皮 眼睛會覺得太重 而且會小了 我們先看看 這條線是不是很清晰 因為它夠深刻了 立即眼睛精神很多了 我們在眼尾可以做重一點 首先畫幼 然後眼尾補粗 這個liquid eyeline Gary令我想起 我最初不懂得畫眼睛 都懂得畫 就是第一支 就是cosmetic beauty的眼睛 因為你說得對 因為它那個頭 夠黑 而且真的很幼 夠幼細 最初不敢畫不敢畫 就變成小小小的畫 慢慢慢慢就變得色 而且很容易上色 你要看下去 很夠精神很夠chap 都是要選擇 很黑的睫毛液 才適合東方人的 我們夏日 加上它的膚色和妝容 精神了 我通常會等一會兒 才做下節毛 因為要等上面的乾 先 好 接著我們可以做 煙絲 我選了一個很柔軟的粉紅色 表現皮膚的透明感 因為剛才用了AQ系列的粉底 其實膚色很漂亮 但我們還可以加上這個 很透明的粉紅煙絲 除了膚色很均勻 還有一個透紅的感覺 我覺得胭脂很重要 也是要選擇很透透的 因為胭脂的實色 就會覺得很假 如果你選擇很透透的 就會像白淚透紅 裡面滲出來的 補完粉之後 我又要再做其他東西 這個是基本的粉 接著我再加一個特別一點的粉 這個就是Nuance Glow 其實就是做一個面部的highlight 讓它除了膚色均勻之外 還有一個立體感 我們主要可以放在鼻樑 鼻樑的中間 拳骨的頂 就輕輕蓋回胭脂 除了透紅之外 還有一個很健康的光澤 這個偏一點紫色 紫色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紫色是可以減黃的 如果東方人的皮膚是偏一點黃 就可以用這個偏一點紫 看起來更加白淨通透 嘴翁也是搭配了一個很自然的粉紅色 今年嘴的妝都是一個focus 我們要畫上順線了 但是因為這個妝我 是想顯示透明感的 那畫紫線呢 我想教大家一個新的方法 就只是做唇衫和唇底 中間就可以了 不用做兩邊 除非因為立體一點 對 整個畫完就會比較flat 還有濃一點 但是我想有一個唇型 又不想太濃 那就可以只做唇衫和唇底 我手上這個就叫做lick gloss 滑唇膏呢 其實很多人都試過 但是哪一個滑唇膏呢 它的特別之處呢 它還可以即時撫平唇紋 你看到呢 立即滑透了 所以 before makeup 當是一個lipstick base 是非常之好 也可以當是一個基本的滑唇膏 我今天選這個唇膏呢 是一個很自然的粉紅色 而且它的質感也是很滑 因為它裡面加了我最喜歡的 玫瑰果忍 對 還有紅花韻 這兩個物質呢 都是非常滋潤的 而且這個粉紅色呢 它可以模仿到自然的 例如少女的嘴巴 很漂亮的自然粉 是不是很簡單 但是有出到一個很漂亮 很專業的效果 但未完結 因為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產品 這個專業的化妝師呢 就一定會感興趣 所以我一拿起就覺得 哇 這個產品很可愛 那這個就叫做Modeling Lumes 是一個creamy的 一個做面部輪廓的cream 來的 那現在就很流行 就是面部輪廓很sharp 那其實呢 為什麼那些鼻子呢 現在很多人高了很多呢 其實都是用這個方法的 那這個就是creamy的Modeler 那我們可以放一點 在鼻骨這個位置 這個很重要的 如果你想自己呢 不搬好得出 那就可以把你的鼻形變得更加立體 那就可以把你的鼻形變得更加立體 還有收得更直一點 和尖一點 那 我們呢 以前呢 會用是粉狀的 但是粉狀很容易脫了 就很骯髒 這樣很假 那這個膏狀呢 看上去就真的好像自己天生 那個鼻形呢 是很直很漂亮的 那也可以用來做眼窩 或者做面呢 的辣體感 那就用手指上 啊 之後補回一點點粉狀 在臉上 欣賞一下這個 很透明感 很自然的妝 好了 我們現在請呢 阿空呢 可以去台下那裡走一個圈 那讓大家呢 可以近距離 看清楚呢 他全身最美的AQ妝容